陈浩然颤抖着手拆开信封,抽出里面的纸张,当她看清内容时,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,这怎么可能,她喃喃自语,难以置信地盯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,就在这时,林小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浩然,你在看什么? 陈浩然猛地转身,慌乱地将报告藏在身后,三年前的夏天,北京国际机场,小梅,你真的决定好了吗?陈浩然握着妻子的手,眼中充满担忧,林小梅坚定地点点头,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,浩然,你知道这一直是我的梦想,能有机会去非洲支教,我真的太兴奋了。 陈浩然叹了口气,轻轻将妻子拥入怀中,我知道,我只是舍不得你。 林小梅靠在丈夫的胸前,轻声说,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 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,发邮件的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什么事立刻告诉我,陈浩然松开怀抱,认真的看着妻子的眼睛。 林小梅笑着点头,放心吧,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 登机的广播响起,林小梅依依不舍地与丈夫告别。 看着妻子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,陈浩然心中五味杂陈。 她为妻子能实现梦想而高兴,但同时也担心异国他乡的种种未知。 非洲,坦桑尼亚的一个小村庄。 林小梅拖着行李箱,满头大汗地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。 炎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,她感到口干舌燥。 需要帮助吗?女士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传来。 林小梅抬头,看到一个皮肤有黑,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正骑着摩托车朝她驶来。 哦,太感谢了,林小梅松了一口气,我要去村子里的学校,但好像迷路了。 年轻人露出友好的笑容,我叫马库斯,是当地的摩托车司机。 我可以带你去学校,顺便帮你带行李。 林小梅感激地点点头,在马库斯的帮助下爬上了摩托车后座。 一路上,马库斯热情地为林小梅介绍着村子的情况,你是来支教的吧? 我们村子很少有外国人来,大家都很期待呢。 林小梅笑着说,是的,我来自中国,希望能为这里的孩子们做点什么。 马库斯赞叹道,中国,那可真是远啊,你很勇敢,独自一人来到这里。 林小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其实我也有些害怕,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,别担心。 马库斯温和地说,我们村子的人都很有善,如果你需要帮助,随时可以找我。 林小梅感激地说,谢谢你,马库斯,有你这样的朋友,我感觉她是多了。 时光飞逝,林小梅很快就适应了非洲的生活。 她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,深受学生和当地人的喜爱。 而马库斯也成了她在一国他乡最信赖的朋友。 每个周末,马库斯都会骑着摩托车带林小梅去附近的集市采购生活用品, 或者带她去参观当地的自然风光。 有一天,他们一起去看了著名的起立马扎罗山。 小梅,你看,马库斯指着远处巍峨的雪山,兴奋地说,那就是非洲之巅。 林小梅望着眼前壮观的景象,不禁感叹,太美了,要是浩然也能看到就好了。 马库斯好奇地问,浩然是谁? 林小梅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跟马库斯提起过丈夫。 哦,浩然是我的丈夫。 她在中国。 马库斯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变化,但很快就恢复了平常,你很想她吧? 林小梅点点头,是啊,虽然我们经常通电话,但还是会想念她。 马库斯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轻声说, 小梅,你真幸运,有一个支持你追求梦想的丈夫。 林小梅笑着说,是啊,我很感激浩然。 没有她的支持,我可能就不会来到这里。 与此同时,在北京。 陈浩然坐在电脑前,盯着屏幕上林小梅发来的照片。 照片中,林小梅和一个高大的非洲男子站在一起,背景是美丽的日落。 两人的笑容都那么灿烂。 陈浩然皱起眉头,心中涌起一丝不安。 她知道那个男人就是林小梅经常提到的马库斯。 虽然妻子说他们只是朋友,但看着照片中两人亲密的样子, 陈浩然还是感到一阵酸涩。 她打开视频通话软件,拨通了林小梅的号码。 很快,妻子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。 浩然,林小梅开心地说,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打来了? 陈浩然勉强挤出一个微笑,想你了,所以就提前打来看看你。 林小梅没开眼笑,我也想你。 对了,我今天去看了起立马扎罗山,真的太美了,我发了照片给你看了吗? 陈浩然的笑容有些僵硬,看到了。 你和马库斯一起去的,林小梅点点头,是啊,多亏了她。 这里的路不好走,如果不是马库斯带路,我可能就去不成了。 陈浩然努力控制着语气中的不快,你和她走得很近呢。 林小梅似乎没有察觉到丈夫的一样, 继续兴奋地说着,马库斯人真的很好。 她经常帮助我,带我去集市,教我当地的语言。 如果不是她,我可能到现在还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呢。 陈浩然的心沉了下去,她知道自己不应该怀疑妻子, 但那种不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。 三年的时光,转眼集市。 北京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里,陈浩然焦急地等待着。 当她看到林小梅熟悉的身影从出口走出来时, 心跳不由地加快了。 小梅,她大声喊道,快不上前。 林小梅看到丈夫,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 她扑进陈浩然的怀抱,紧紧地抱住她。 浩然,我好想你林小梅的声音带着哭腔。 陈浩然轻抚着妻子的后背,感受着她的体温。 三年的分离,让她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团聚。 欢迎回家,她轻声说,亲吻了妻子的额头。 回家的路上,林小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在非洲的经历。 陈浩然静静地听着,时不时地点头或问一些问题。 尽管她心中还有些许疑虑,但看到妻子安全回来,她的心情还是非常愉悦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夫妻俩开始重新适应共同生活。 陈浩然请了一周假,陪伴林小梅调整时差,也借此机会重新了解彼此。 他们一起整理林小梅带回来的纪念品,一起看她在非洲拍摄的照片和视频。 然而,陈浩然还是忍不住注意到,林小梅在讲述非洲生活时,总是会提到那个叫马库斯的人。 马库斯真的帮了我很多,林小梅笑着说,如果不是她,我可能连当地的市场都找不到。 陈浩然强忍着内心的不是,笑着说,看来我要好好感谢这个马库斯了。 林小梅似乎没有注意到丈夫语气中的一样,继续兴奋地分享着她的经历。 就这样,一周过去了。 陈浩然重新投入工作,而林小梅也开始联系以前的同事,准备重返工作岗位。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,林小梅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 小梅,你怎么了?陈浩然关切地问道。 林小梅摇摇头,可能是吃坏东西了吧? 没事,休息一下就好。 然而,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时有发生。 终于,在陈浩然的坚持下,林小梅去医院做了检查。 当他们拿到检查结果时,两人都愣住了。 怀怀孕了,林小梅不敢相信地看着化验单。 陈浩然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,但很快就被惊喜所取代。 真的吗?我们要有孩子了。 林小梅激动地点点头,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 陈浩然,我们要当父母了。 陈浩然紧紧抱住妻子,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期待。 然而,在这幸福的背后,一个小小的疑问悄然浮现。 这个孩子,真的是他们的吗? 怀孕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连衣。 陈浩然和林小梅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。 起初,两人沉浸在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中。 陈浩然变得更加体贴,每天下班后都会买些新鲜的水果和营养品回家。 林小梅则开始认真研究孕妻宝剑的知识,计划如何布置婴儿房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陈浩然心中那个小小的疑问开始不断膨胀。 有一天晚上,当林小梅在浴室洗澡时,陈浩然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妻子的笔记本电脑。 她知道这样做不对,但内心的不安驱使她想要寻找些什么。 她快速浏览着林小梅的邮箱,突然,一个名字吸引了她的注意,马库斯。 陈浩然点开那封邮件,开始阅读, 亲爱的小梅,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。 得知你平安回到中国。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,你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。 说实话,你离开后,我每天都会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。 那些在乡间小路上的摩托车旅行,那些在星空下的长谈,都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。 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,但我必须告诉你,你改变了我的生活。 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,让我相信爱情的力量。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就在这时,浴室的门开了。 陈浩然慌忙关闭电脑,假装在看手机。 浩然,你在做什么? 林小梅擦着头发走出来,好奇地问道。 陈浩然强装镇定,回答, 哦,没什么,就是在查看一些工作邮件。 林小梅点点头,没有多想。 但陈浩然的心中却翻起了惊涛骇浪。 那封未读完的邮件,那些暧昧不清的话语,都在她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 从那天起,陈浩然变得沉默寡言。 她开始更加关注林小梅的一举一动,甚至偷偷查看她的手机、通讯记录。 但她什么也没有发现,这不知是该让她感到安心,还是更加忐忑。 林小梅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,但她将其归因于即将为人妇的紧张情绪。 她更加体贴地对待陈浩然,希望能缓解她的压力。 浩然,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 有一天晚上,林小梅轻声问道。 陈浩然愣了一下,随即摇头,没什么,可能就是工作压力大了点。 林小梅温柔地笑了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的。 听到这句话,陈浩然心中一颤。 她看着妻子真诚的眼神,内心充满了矛盾。 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她。 但那封邮件的内容却如同梦魇一般萦绕在心头。 时光飞逝,林小梅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。 她们开始筹备婴儿的到来,购买婴儿用品,装修婴儿房。 表面上,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和谐。 然而,随着预产妻的临近,陈浩然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。 她开始失眠,经常在半夜惊醒,盯着身边熟睡的妻子,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。 终于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林小梅感到阵痛,被送进了医院。 陈浩然全程陪伴,看着妻子经历分娩的痛苦,她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 几个小时后,婴儿的啼哭声响彻产房。 恭喜你,是个健康的男孩,护士笑着对陈浩然说。 陈浩然怀着忐忑的心情,小心翼翼地接过强保中的婴儿。 当她看清孩子的面容时,整个人都愣住了,婴儿的皮肤有黑。 与她和林小梅的肤色有着明显的差异。 陈浩然感到一阵眩晕,手脚冰凉。 她机械地将孩子交还给护士,亮呛着走出产房。 在医院的花园里,陈浩然浑浑噩噩地坐在长椅上,脑中一片混乱。 多年来积累的爱情和信任,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可疑起来。 她不愿相信自己的猜测,但眼前的事实又让她无法自欺欺人。 就在这时,她的手机响了。 是岳父打来的电话。 浩然,孩子生下来了吗? 是男孩还是女孩? 岳父兴奋地声音传来。 陈浩然努力稳定情绪,回答道,是,是个男孩。 太好了,岳父高兴地说,我和你岳母马上就去医院。 挂断电话后,陈浩然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。 她必须知道真相,无论这个真相会带来多大的伤害。 第二天,趁着林小梅和家人都在照顾孩子的时候, 陈浩然悄悄拿了孩子的口腔柿子, 然后找了一家私人诊所做亲子鉴定。 结果大约需要一周时间,诊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, 我们会给您发邮件通知。 接下来的一周,对陈浩然来说,简直是煎熬。 她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,照顾着妻子和新生儿, 但内心却如同煎熬。 每当看到林小梅温柔的哺乳, 或是轻声哼着摇篮曲哄孩子入睡时, 她都感到一阵心痛。 她开始回想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, 试图从中寻找蛛丝马迹。 林小梅的每一个微笑, 每一句话在她的脑海中都变得可疑起来。 但与此同时, 她又为自己的怀疑感到愧疚。 终于,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 陈浩然收到了那封期待已久的邮件。 她的手指颤抖着, 慢慢地移动鼠标。 点击打开了附件。 当她看到结果的那一刻, 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。 这,这怎么可能? 她喃喃自语, 难以置信地盯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。 就在这时, 林小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 浩然,你在看什么? 陈浩然将在原地, 手中紧握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。 林小梅疑惑地看着丈夫, 慢慢走近。 浩然,发生什么事了? 你看起来脸色很差, 林小梅关切地问道。 陈浩然深吸一口气, 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。 她缓缓转过身, 将报告递给了妻子。 小梅, 对不起, 我, 我偷偷做了亲子鉴定。 她的声音颤抖着。 林小梅震惊地接过报告, 快速浏览着上面的内容。 当她看到结果时,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 这, 这是什么意思? 她抬头, 看向陈浩然。 眼中充满了困惑和痛苦。 陈浩然艰难地开口, 报告显示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 林小梅愣住了, 她再次低头看报告,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 然后,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 脸上的表情由困惑转为愤怒。 你怀疑我,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受伤, 你居然怀疑我在非洲的时候, 陈浩然痛苦地闭上眼睛。 小梅, 我,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 孩子的肤色还有你和马库斯。 马库斯, 林小梅重复道, 你以为我和马库斯, 她的声音哽咽了, 眼泪开始涌出。 陈浩然试图解释, 我看到了你们的邮件。 她说, 你改变了她的生活, 说什么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一起的时光。 林小梅摇着头,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, 天哪浩然, 你怎么能这样想? 马库斯只是我的朋友, 她帮助我适应那边的生活。 那封邮件那只是她表达感谢的方式。 陈浩然感到一阵晕眩,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, 那孩子的肤色。 林小梅深吸一口气, 努力平复情绪。 我问过医生了。 她说, 这可能是由于一种叫做意志显性的遗传现象。 我们的基因里可能携带了来自祖先的某些特征, 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。 医生说, 随着孩子长大, 肤色可能会变浅。 陈浩然如遭雷击。 她所有的怀疑, 所有的猜测, 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可笑的误会。 她感到无地自容,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妻子。 小梅, 我我真的很抱歉, 我不该怀疑你。 不该, 林小梅打断了她。 浩然, 你知道吗? 最让我心痛的不是你怀疑我的忠诚, 而是你不相信我们的爱情。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, 共同经历了那么多, 你怎么能认为我会背叛你? 陈浩然低下头, 羞愧难当, 我知道我错了。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。 这三年的分离, 让我变得不安和多疑。 我应该信任你的, 但我却让自己的恐惧蒙蔽了理智。 林小梅看着丈夫痛苦的样子, 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。 她想起了这些年来, 丈夫对她的支持和爱护, 想起了他们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。 浩然, 她轻声说, 我理解你的不安, 但是, 爱情需要信任, 如果没有信任, 在身后的感情也会崩塌。 陈浩然抬起头, 眼中禽着泪水, 小梅, 请给我一个机会, 让我重新赢得你的信任。 我保证从今以后, 我会用百分之两百的信任和爱来对待你和我们的孩子。 林小梅看着丈夫真诚的眼神, 心中的尖兵开始融化。 她走上前, 轻轻抱住了陈浩然。 傻瓜, 她轻声说, 我们是一家人, 我们会一起克服这个难关的。 就在这时, 婴儿的啼哭声从卧室传来。 两人相视一笑, 一起走向卧室。 陈浩然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, 这一次, 她不再因为孩子的肤色而感到困扰。 相反, 她在那小小的面旁上看到了自己和林小梅的影子。 儿子, 她轻声说, 爸爸向你保证, 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父亲。